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演奏以後他非常的震撼 然後他和另外一位作曲家 我演奏完了以後我們就一塊吃宵夜 就開始聊起來 越聊越來 結果他在中國 一共只有十幾天的時間 他那時候見我的時候還有九天時間 我們就共同的一個作曲家 很棒的作曲家給我們創作 二胡與鋼琴對話兩首作品 他的鋼琴它不是一個伴奏地位 是一個對話的地位 那我就覺得二胡就像我們的 Queen of Chinese Instrument 那鋼琴就是King of Chinese Instrument 這種Queen and King這樣的對話 雖然在起早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就有二胡鋼琴 比如三門峽 玉北戲師曲等等 但是那個鋼琴 確實在模仿樂隊或者伴奏的地位 而我們這個是真正一個西方樂器之王 和這個中國樂器女皇音樂之間 文化上的碰撞和對話 這個作品寫得非常好 我記得當時是阿炳的《聽松》 大家非常熟悉的二塵雲也是華燕軍 他的藝名叫阿炳 還有一首是葡萄熟了新疆的 那這兩首作品我們又拍了MTV 九天的時候 九天的時間裡面 也沒吃沒喝沒睡 我們非常興奮 那就此他也非常興奮 就把他這個創業和節目帶到德國去 漢納威跟他的朋友說 然後就很快的把我要去到歐洲去 我記得那是1996年97年的時候 就此我開始做了一個中西方交融的 也是一個比較高層次的這樣的 然後我學到很多東西 不愧為德國 這個視為貝多芬是英雄 奧迪利視為摩扎特是英雄 這樣的一個開始我中西文化交融的探索 也是一步一個腳一場一場樂會已經做了五百多場了 你自己有沒有算過說 您的這個二胡跟多少樂器已經合作過了呢 應該幾十個樂器了吧 所以每次在合作的時候 都是處於平行的兩個角色是一樣重要的嗎 還是說 基本上是重要的 當然有的時候我也會做綠樂 他們做紅花 但大多數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做綠樂烘頭 我覺得二胡在和交響樂隊合作的時候 和弦樂合動的時候 它二胡始終給人感覺就是一種中國的水墨畫 是一朵出水芙蓉 是一個中國人靈性的聲音 在呼喚 或人性的深層族的聲音 這種脆弱 這種堅毅 這種嚮往 這種憧憬 這種憧憬 這份浪漫 哇 二胡被你講的好美好美的感覺 真的很美啊 對對對 那這個您在選這個樂器的時候 是有一些什麼條件可以在做配合嗎 合作的 其實有的時候說老實話 由於經費的問題 我不可能帶一個團隊走 有時候甚至帶伴奏也比較難 帶助手也比較難 就是走到哪兒就碰到哪兒 比如我發覺西班牙吉他很棒 我就跟他碰撞一下 覺得很美 然後有時候覺得這個伊朗的鼓 真的很好啊 那個節奏感跟我們新疆的東西很像 很好玩 我就跟他們一起 那有的跟小提琴一起拉 覺得有的曲子拉起來好像不是很舒服 好像互相 小提琴變得也沒有那麼美了 二胡好像也沒有那麼迷人了 但有的曲子 我們分擔一下 我們智慧的 都很美 就選的小提琴特別高貴浪漫 二胡特別人性有靈性走進心靈的感覺 所以這都是在不斷的嘗試的過程當中 比如二胡和大提琴的對話 也是在偶然的機會在2000年 受這個作曲家譚盾的邀請 然後和馬悠悠有這樣一個非常榮幸 和難忘的合作 突然覺得 哇 二胡和大提琴在一起演奏 真的就像陰陽一樣 就是大提琴就像山那麼神情 那麼浪漫 二胡在大提琴面前 那麼風情婉重 那麼迷人 就是女性的魅力和脆弱和赤和堅毅 全部展現了風情婉重 所以就此我就覺得 其實也是在不斷走不斷探索過程當中 那好的留下來覺得不適合的 就把它篩碎 所以也是有就像你講這個磨合不對的時候 可能就先暫時先緩緩 對啊 有的時候也會舉一反三 因為我也在成長 也是在不斷地學習 其實有的時候 越碰撞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是跳出中國的圈子 來去回顧 而且比較客觀遠距離的 所以我覺得 反而對中國元素的東西更加重視 對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經常說 I'm made in China 因為有的時候我的長相 人家會覺得 不是非常典型的中國人長相 我中國人不是只有一種類型的長相 不是只是一個掉掉的眼睛古代 中國人的長相也是很多種的 所以我經常會強調我的中國元素 不管是從穿著上 比如我今天穿著上 中國元素和國際和人性 我希望和大家共呼吸 我希望我的音樂 我的生活態度 我的人能夠和不同國家的 daily life something in common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能引起共鳴 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音樂也是這樣 但是光光相吸不夠還要共鳴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會不會有人擔心 就是說你這個中國的文化流失太多了 可能被西班文化影響到 其實沒有 越是這樣的話 其實如果我如果不出國的那麼多的話 可能我反而會盲從時尚 會有一些盲目性 但是現在我反而 我非常重視中國的民族性和原生態的東西 我剛才說到從我的穿著打扮上 從我的演奏的 從我的華音 我以中國大背景 以中國的flavor 以中國的民族文化 以自己為中國人為自豪 所以我覺得會更加重視 因為只有這個了 這樣我們中國的孔孔 你知道儒家正 你有這個大背景的話 你才在這個 這樣前提上 這樣的高度 你才有待了才能對話 不然的話你拿什麼去對話 是是是 真的真的 我們要看一段片段 是這個老師演奏 《紅衣女郎》 是探狗節奏的 跟大家解釋一下這段好不好 這特別有意思 所以我很多的曲目 我是很謹慎 也是比較智慧 也是用心去選擇的 也是從我跟我合作的很多音樂家上面 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和觀眾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比如我記得我是在1999年的時候 在肯尼蒂中心千年舞臺 演奏一場獨奏音樂會 然後最後 跟我伴奏的鋼琴家 求我 他說 這個《紅衣女郎》 他說因為我覺得你這個樂器太適合它了 我們趕快來欣賞這段片段吧 精彩片段 《紅衣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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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衣女郎》